近日 全新的上海浦东至上海金山 再到浙江海宁的双向低空载客航线 迎来了正式开通前的试飞 记者了解到 新航线在时间上优势明显 以金山到浦东星野飞行基地为例 单程飞行时间只有不到20分钟 初步定价为单程每位最低1400元 9月23号上午7点48分 一架直升机在金山上空出现 并稳稳降落在金山水上机场 很快 这架直升飞机将再次起飞 前往海宁客运中心 在这趟航线中 以浦东到金山的航线为例 单程飞行时间不到20分钟 而原先从金山水上机场驾车 前往浦东国际机场 不堵车的情况下 也要耗时一小时20分钟 即使算上从浦东星野飞行基地 到浦东国际机场乘坐接驳车的25分钟 依然可以节约近一半的时间 7点32分从上海浦东的新野直升机飞行基地起飞 然后是7点48分在金山的水上机场落地 整个耗时是16分钟 一会我们会在8点从金山水上机场起飞 在8点20之前会在海宁落地 价格方面 浦东到金山的航线 目前报价为单程票价每位1400元以上 单价次包机6000元以上 每价次最多可承载4位乘客 每位乘客可携带一个20寸 限重15公斤的行李 未来 随着更多低空飞行航线的开通 价格有望进一步下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